2月20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莫斯科商战展览中心 向俄联邦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 普京用一定篇幅谈及俄外交安全事务 在谈及俄州关系时表示 俄州平等互利关系是欧亚安全 世界事务稳定的重要保证 是开展富有成效经济合作的典范 普京指出 俄政府应定下高效协调的工作基调 已落实国家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长期的 但战略目标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实现 达成战略目标所需完成的任务已经制定出来 工具也已准备好 他强调 我们必须只向前进并加快步伐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民众今年应该就能感受到生活质量切实提高 普京谈道 根据家庭知识措施 应向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提供补助 未来六年将拨款至少一万亿卢布用于对抗肿瘤疾病 2020年前全国各居民点应实现医疗救助全部改 到2021年额全国所有中小学都应接入高速互联网 普京提醒 全球竞争越来越多的转向科学 技术与教育领域 他说 俄罗斯近年来在科技领域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致敬的突破 未来十年俄罗斯必须成为这些科技领域的领导者 为继续这一势头 普京提出 创建先进的科学基础 服务人工智能领域开发 创建专门数字平台 为企业家提供更好营商环境 俄航天集团和莫斯科市政府成立国家太空中心 增加俄罗斯太空中卫星集群数量 未来几年 俄罗斯将争取实现高速网络全部改 根据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总统每年要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被认为是一份刚领性文件 可以体现俄领导层的施政方针 以及对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的展望 因此受到外界普遍关注 这是古经第15次发表年度国情咨文 共有761名记者获得采访资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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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